好的弟兄姐妹午安晚安 又来到我们这个CC沟通跟职业探索的 这个一周一次的这个职场问答的时间 我想先回答两个问题 可能在座当中呢 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第一个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职场问答的问题呢 一定要要求你事先提问 好 那么我想这边跟各位有两个答复 第一个呢 是你如果事先私底下私讯美临 把问题让他知道 所以他有机会呢 我们可以跟你做一些更多的问题的澄清 好 我相信已经提过私讯问题的人都知道 有这个好处 因为当你被私底下问几个问题的时候 他帮助我们更完整的描述 您所遇见的问题 这样可以帮助别人得到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从仕途回答 美临给你的问题当中呢 也已经得到一些初步的帮助 就是我们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呢 已经得到了回馈 所以希望跟你解释一下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您事先提的问题呢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带到我们的祷告当中 我们会祷告为求神给我们一个够用的好的一个观点 好的问题 好的看见 可以在这个聚会当中呢 来给您回应 这样的回应能够对您有最大的帮助 这是回答第一个 我们常常听见弟兄姐妹跟我们问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是我们也听见弟兄姐妹在问 如果我都可以听录音了 那我干嘛要现场参加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想跟各位提供两个解释 我们提供录音场的目的是帮助在这个时间有冲突的弟兄姐妹 你没有办法分别时间出来的时候 你不会失去这个帮助的机会 但是呢 如果你现场有机会参加 我非常鼓励你现场参加有两个好处 也是第一个 为什么我们在之前先有一个等候神的时间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在听事情 或者是回应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的状况 事实上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参加现场的聚会 那么在先前可以有一些时间 在你可能的范围之内 让自己有一些等候神的时间 那么对你听这个问题 好像是别人的问题 也许是自己的问题 都会有不同的领受 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整个等候神的时间呢 是帮助我们把里面一些不属 属于我们自己很多的拦住 把他挪掉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你可以在现场 及时的针对我们所回应的问题呢 虽然不能够发声 但是你可以用聊天室把你的问题提出来 所以我们会即刻的回应 这样可以帮助你呢 有更多的帮助跟了解 好的 那我们可以请我们的童工呢 线上的童工 如果小鹏 你在线上可以把你的video打开 那么 所以呢 我请我们的童工呢 就是我说过 就是这一次 我们每一周都会请我们的童工呢 一位童工来分享一下 他怎么发现他自己的天赋跟恩赐 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 来请到我们的小鹏弟兄呢 到我们中间来 他是已曾经在我们的职场工作坊 有服侍 那么来分享他个人 究竟怎么样来发现 他自己神给他这个天赋 好 小鹏请 哈喽 大家好 你可以称呼我为Steven Steven弟兄 谢谢声明给我这个机会 可以来大家分享这个 发现自己的talent 自己的恩赐 那我发现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 就在思考 嗯 祷告的过程说 到底我的恩赐是什么 我有哪些恩赐才华是神给我的 在我的身上 嗯 这段时间我也在自己在想 在我生活中工作中 哪些是我的恩赐 嗯 我发现有一两个好 我希望可能会有很多 就是在这个 路程上继续的 继续的发掘 那我觉得神给我们是更多的 嗯 我自己 我自己其实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嗯 我不是很善于跟别人打交道 嗯 然后我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我也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去适应 嗯 之前呢 在我的职场中 我就 就因着各样的服饰 我就开始在这个小组里面 带茶经 嗯 带聚会 慢慢呢 我开始摆脱我自己的这个 哦 内向了 或者是不善跟打交道 因为有些时候带聚会 带聚会 你必须要预备 必须要跟人沟通 必须要带这个 聚会 那有时候呢 后来做这个小家长 小组长 呃 必须要关怀 打电话 这个其实有时候对我来说 也是不是太容易 嗯 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 说我开始学习 我就发现我里面有一个 对人的一个 一个爱心 或者说是有一个 对人的一个 关怀 然后就是发现说 哎 其实人 我 谁让我看每个人眼光 都不一样 就看他们都很可爱 都大有 汉望 对 但是呢 之前在我的 呃 工作中 我没有把 就是我这个 对人的爱 或者对人的 嗯 这种 信心 跟我的工作联系起来 就是我没有办法 在工作中 apply这个事情 那 所以我都 不觉得说 我在工作中 有什么样的 特别的 talent 我只是觉得 我的工作 很萌神的祝福而已 嗯 但是很奇妙 就在最近几年 我就发现说 哎 我在工作中 慢慢也可以说 嗯 就是对人 不管对我的组员 包括对我周围的人 也很有那种 嗯 就是同理心吧 同理心 我可以很 感受到他们的 想法 那 他们愿意向我敞开 他们的一些 一些心思 我就发现说 慢慢的神开始 把我周围的人 我的 依旧是我的组员 或者是 我的同事 不一定是我的组的 他们就愿意 就给我 设一个meeting 就开始打开 他们的心 说他们在工作中 遇到的困难 遇到的压力 他们就愿意跟我讲 那我就开始倾听 那就开始鼓励他们 对吧 有的时候 我也被他们祷告了 depends 他们的需要 所以我就发现 慢慢的 哎 神就把这个 一个好像 emphasy 一个同情心 一个 一个可以鼓励别人的 这样一个 一个恩赐 放在我的身上 嗯 然后我就发现说 在我的工作中 那神借着我 这样跟别人的 呃 这种 这种 这种相处 或者是鼓励吧 神就把很多的 这种 呃 关系建立起来 以至于很多时候 我走在工作中 我去做一个 领导一个项目 或者是想 呃 做一些新的 开创的时候 那神就会把 这些connection 呃 帮我build起来 我就找这个人 去讲 这个人就对我很有信任 他愿意跟我一起来合作 那那个人就 哎 说你要不要 呃 那个人有段时间 有个人 有段时间 我的工作出现一些状况 就是没有人帮我做 我就觉得很 呃 就是很苦恼 也很痴厚 然后 后来突然有个同事 过来跟我说 说 哎 Steve说 最近我很有时间 呃 我听说你在做某某项目 我可不可以来帮你 我说好呀 我说我正需要人来帮我 你就过来帮我 去跟他 叫他怎么做 带他做 他就 他就 他就是愿意说 他很信任 我就愿意跟我一起来合作 所以就发现说 神在工作中 开启这样的 这样的机会 呃 我就在 我就在反 就是反思啊 就是发现说 很多时候 呃 talent N4 可能很多时候是 呃 与生俱来的 就好像上次那个 尼娜姊妹分享 她说她喜欢planning 喜欢旅游 planning 她的工作中 就会organize 那有些人对我来说 可能就是 我可能不知道 与生俱来是什么 那我就慢慢在 服饰中 在工作中 慢慢慢慢去发现说 呃 我做个事情的时候 我 我去关怀人 我去在工作中帮助人 我就 很有热情 我也很愿意做 那也看见 别人愿意向我敞开心 讲他们的 工作的难处 家庭的难处 他们都愿意跟我讲 我就是 通过 在教会 在工作 慢慢慢慢发现说 哎 这个可能是我的 神给我的talent 我可以去用的 嗯 我就想分享到这 就是说 好像神跟每个带领 都都不一样 但是神很喜悦 我们这样去 去想 知道说 从神的眼光 怎样看我自己 活在神面前 是有才能的 是有恩赐的 也是有智慧的 呀 好 谢谢 啊 谢谢斯蒂文弟兄 啊 我们啊 非常宝贵 而且非常真实的分享 呃 我想你听到几个话 我们可以从啊 斯蒂文的分享当中 学到 第一点 他说呢 我希望我有很多恩赐 我希望我很多的天赋 跟才能 我相信每一个人 我们当中都有很多 这是第一点 这是非常正确的宣告 我们不要说我没有 我要说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我有很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个天赋是要被发掘的 啊 其实你刚才听到 斯蒂文的 整个的分享 很重要的是 他从因为在教会的服事 他常常做这个事情 他自然而然呢 他也在工作当中 也带来这件事情 而这个好像我们 常常说 呃 怎么样把教会生活 跟工作上的生活 结合在一起呢 我觉得刚斯蒂文的这个故事 分享就很关键的 把它连结了 他对人的一个同理心 是神给他的一个恩赐 所以人到他的面前 就愿意敞开 这件事情在他教会的服事当中呢 看见了 同样的当他把一样的原则 应用在职场上的时候 也一样得到祝福 所以他虽然的目的只是什么 可以帮助人 但是最后怎么样 他也被帮助了 所以事实上很多事情 他不一定是只是靠自己的能力在做 那事实上因为他的帮助人 所以使得许多人可以来帮助他 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 那么他的一个恩赐 他所发现的是一个同理心 我觉得这很关键 我们常常都以为恩赐是什么 我很会数学 我很会科学 很会理化 不是的 当神给你一个同理心 这就是一个恩赐 这个认出的过程极为的宝贵 谢谢斯蒂文 好 我们接下来要今天呢 剩余的时间 我们要回答两个问题 我们请美玲帮我们念第一题 谢谢 关于进入行业的选择上有疑惑 比如医美销售是上帝所喜悦的吗 我一直从事的是销售工作 现在有机会进入医美销售领域 但听过的教导中 有的说不能做 理由是违背上帝的创造 比如单眼皮通过科技变成双眼皮 但神创造你就是单眼皮啊 有些教导又说 可以 理由是我们面临的生活是复杂的 基督徒在那个河场 可以接触到未信主的人 向别人咨询 还不如向基督徒咨询 可以有一些正面的引导 也不会为了提成 使劲推销不适合客户的专业 我自己纠结的点是 一是教导 二是工作比较难 需要自己开拓客源 公司没有资源 公司没有资源 当然能做出来的话 收入也比较可观 谢谢美玲 医疗美容 我们请艾润姐妹来帮我们回答 回应一下 谢谢 首先啊 这里面有三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医美到底 可不可以做 那我的 我们很难在圣经上面 或者说很难在教会的教导上面 很非常 斩钉截铁的说 什么样的行列 当然只要我们今天是和神的新预报 上帝创造了很多新的科技 很多新的事物 那都是看我们怎么把这些新的事物 科技技术用在一个好的方向 所以你参与这样子的行业 如果你还是在基督徒的本分 跟神的原则下面 像你后面讲的 你是在帮助人 希望人变美 不要被框了 然后做了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那你就是在神的心里面 去做这个事情 那第二个面向 你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个东西可能它是一个 听起来没有本心 就是说资源可能就是自由发挥了 我相信现在几次听到 大伙的这个问题里面 常常就是胶着在 我自己也年轻过 就是说如果你做提成的 只要你做得出来 你就可以大赚一笔 但是呢 苦哈哈的要一阵子 那到底要先苦哈哈呢 然后后面就能够赚一大笔 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小组里面 我们这个胡适年一直都在问一件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探索你的talent 这个一定要一次一次的听这么多的人 一个一个的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探索你的talent 你最后还是得要回来问 你到底适不适合做 Sales什么行业都可以做 这个医美的行业到底适不适合你 那还是要按照刚刚像Steven 像Lina这样 先探索一下你自己的talent在这一块 最后最重要的探索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先问对的问题 我想圣明弟兄都一直在提醒我们大家 也给我们分享过 我们做这个工作真正在神的心里面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做 这些事情一定要先探索完了呢 你才能会 我相信神也会帮助你找到这个答案 所以你就不会这么纠结 谢谢Irene 非常的完整 我们请这个Steven跟这个月容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摄像头打开 因为我想在这个是问题 我想你们可以有些回应 Steven请 我觉得对 在圣经上也没有教导说 特别说提到这个医美行业 说还是不做 对 那我记得就是保罗教导过说 就是好像他去吃那个祭司的物品 他说我可以 我可以捧着信心吃 我也可以的力量软弱 就是不吃 我觉得在这个医美上应该 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那就在乎说 我觉得我们要祷告说 做这个行业 我是不是为了服侍神 在我这个工作的期间 我是不是有神的公平公义在里面 我觉得只要在这个出发点上 可以祷告说神啊 你祝福我的business 让我接触到更多的人 也让我可以拓展我的事业 我现在都是很好的 很好的祷告和渠道 那些祷告说 神让我们在这个 这个生育中有一个神的 就是公平正直 让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期间 无想救好 那神可能会通过这个 医美行业拓宽各种的渠道 那帮助你成功也是可能的 那我想其实神也看中我们一个 一个心吧 很多时候觉得神说 神说他看我们的心 看我们的内心 就是我觉得说回来 只要我们把这件事 带到神面前祷告 然后交托神的手来祝福 我们这个准备的工作 这个过程 跟随神的带领就好 对 谢谢Steven 一人请 好 我也记得一次声明讲 没有部署 只有不属明的什么 只有不属明的什么 是吧 那我觉得这里就是 没有不属明的行业 只有不属明的人 是吧 就是说医美这个行业呢 我是想啊 比如说有人被烧伤 然后呢 现在呢 纸皮要让他恢复 这个可能就是医美可以做的吧 还是比如说兔子嘴 我不太清楚啊 这些东西 就是说 是不是要把它 把它缝起来 然后呢 看上去跟正常人一样 我觉得就是说 凡是美好的事情 就去做 医美如果让 让这个人家得到帮助 使得他给你的自信心 这个可能没什么不好 就是你帮助到人 只要不违背圣经的原则 对吧 如果说你把男人变成女人 那你医美在做 这个就是违背了 你可以做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人变得 他可能眼睛确实是有一些瑕疵 对吧 你能够把它变得更漂亮一些 他更有自信 他也许这个有了这个自信以后 他就过了这个坎儿以后 他反而能够更容易认识神的爱 对吧 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说不要用宗教的眼光 看那种事情 就是我们要问 真的是 我是带在一个什么 带在一个什么目的 去做这个事情 心里有没有平安 就是我觉得凡事 就是你要问问谁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对 出发点是什么 谢谢月荣 我相信从Irene Steven到月荣的回应 应该是可以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好 谢谢 我们请美玲进下一题 我工作的地方 下个月房租到期 这个月我需要决定是否还继续租 如果没有这个工作的场所了 就是目前的生意没有成功 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我感觉神要让我做些新的 但还不清楚是什么 希望得到一些引导和帮助 找到下一步 或者我该问哪些对的问题来帮助自己 好 我们这个姐妹 我先给一点点背景 其实我们可以明白她情况很不容易 但是我也非常的推崇这个姐妹 因为她最后问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她在问我该问自己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待会请几个同工来回应一下 好嘞 Irene请 对就是要问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越练习越好 OK 那我今天就是比较更具体的呢 来回答这个姐妹的问题 如果生计有已经出现状况 就像刚刚很多人的工作商该不该换啊 那到底是要做死薪水 还是应该去做非常低的薪水 然后做提成的 或者是创业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先把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 需要做一个财务规划 这个规划能够让你确认你自己 包括也很多人问 这位姐妹也问 到底要不要继续创业 神要不要带你做新的事业 上班跟创业这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如果自己对自己的财务规划跟最基本的生活 都没有办法分清楚的时候 那常常会缴在做不做跟生计这个字眼上面 所以我都会建议就是说 如果生计已经形成一个问题 那这个租约肯定是在没有很清楚的状况之下 是建议建议是不应该去承担这个压力 第二个呢就是说 那到底不做这个就不成功了 人生成功绝对不是这样 神要给你新的道路 那新的道路的话 最重要就是回来 因为你原来已经做的这个事业 好就要用问对的问题了 当初你为什么做 做的有哪些做的挺好的 哪些觉得回忆想想做的 好像可以有很多改进的地方 那当然你在因为做的这个事业 你一定可以把你的talent 就是你的这个恩赐这些 重新的review一次 那这些所有的问题 都能够回来重新省思 那到底你要不要再参与 跟你原来做这个事业 已经有的恩赐相关的产业 接下来呢我会建议 因为中国政府还有就是说 因为政府现在对于 所谓的这个法规啊等等等等 可能还在比较混乱当中 所以呢我觉得要给自己 空一段时间去study 这市场上教育 比较新的一些趋势 像上次提到的steam啊 或者统合啊 这类的东西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资源 这个时候我会建议 找一个能安身利益的工作 但是不要离你原来想要走的路太远 然后能有时间好好静下来 去看看新的市场 新的生意模式跟法规 最后呢神要开路啊 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清楚的讯号 等候神是非常重要 不要走在神的前面 越安静 神才有办法给你清楚的道路 那至于要怎么等候神 怎么听神的声音呢 去上内在生活 那最后呢 我要讲的是说 有提到就是说 好像有回应到说 是不是有家长 希望他买了这个厂商的 这些东西啊 然后可不可以去服侍 其中的另外某一个家长啊 这个法规上啊 肯定还要再查清楚 但是从这个资资片里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姐妹 对于这个行业 对于帮助家长 对于教育 还是有很大的热忱 这个热忱肯定是神给的恩赐啊 所以这个跟我当初提到 就是说 有些已经现成的资源 能不能统合之后 变成另外一种商业模式 来继续先服务啊 那我觉得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工作 你可以先用比较像帮助 比较像是义务先帮忙几次 这样的方式去探探路了解一下 今天如果我们站在神的儿女的立场 我们先把可以帮助到人 张扬要彰显神的荣耀 这个东西坐在前面 我相信神就会开路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方式 所以我再强调一点啊 创业绝对不是一条简单的路 所以一定一定要先想清楚 还有所有的创业 全部都不是你自己的计划 可以胜过神的计划 如果你没有先练习 让神走在前面 让神告诉你怎么走每一步 你还是喜欢走在神前面的人呢 那基本上呢 就要记取我惨痛经验啊 走在神前面的时候 创业是肯定不会成功的 那如果说你能够走在神的后面 那你的创业是神拉着你走 神带着你走 你会飞得非常的开心 如果没有搞清楚这一点呢 那升级有问题的时候呢 先安静等候神 然后去找一份能够安身立命的工作 好好地先做一些刚刚那些 对的问题的一个探索 我先回应到这 谢谢Irene 非常宝贵 Irene说这个话 记住她说过 她自己有一些个人的经验 所以语重心长 好 那个Steven跟月容 你们有要回应的话 你们也可以先打开麦克风回应 我最后再有一些补充 语重请 我觉得Irene已经讲得很好了 我觉得说很简单的 就是理想为现实 就是说现实呢 你首先要喂饱肚子 你才能走得更远 那另外一个呢 我是觉得如果说 你现在手上做的东西 你也不确定是不是神要你做的 那你没有必要坚持下去 就是可以先停下 谢谢于荣 对 我觉得回应一点 我觉得就是刚才Irene讲的 就是第一个前提是 你先要有一个财务规划 就是先保证自己的 这个生存财务的状况是好的 那然后来做什么决定 我觉得政经上面 基本上神没有让我们仓促 做什么决定 很多决定都是经过祷告 有平安才去做的 那我觉得这是基本的一个原则 那至于然后说怎样的去 在这段时间中寻求 祷告更多清楚说 谁让你做什么方向 那我相信你只要把这个主权交给神 在这个生存 短时间内 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把主权交给神 仰望神 那可以祷告看看 说神把什么样的创意 或者其他的心意赐给你 我想到一个见证 就是我们教会之前有个弟兄 他就是因为经历 以后就失业了 那就失业之后 他也想到底要赶快找工作 还是赶快去打工 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有家庭 但是他的太太跟他说 说我们家的就是 材料状况至少目前还够 要不要你祷告来看看 我们这段时间 你可以做些其他什么事情 那那段时间 他就开始发现说 他的时间很多 他开始来我们教会的 这个教会当时有那个成导会 每天都有 他也开始在教育成导会来服侍 来祷告 来做这个video的 阴控的童工来服侍教会 他就这样服侍 大概服侍了大概快一个月 跟家人在一起同心 然后呢 更多时间陪孩子 陪家庭 这教会很多的服侍 那一个月之后呢 有个工作机会来到 他就去面试 结果就成功 他就达到公司的offer 他就在家里面待了一个月 这段他到二十段时间呢 他有很好的休息 很好的恢复 跟家的关系 有很好的合一 并且更多在教会里面 被神得着 重新开始下一份工作 当然这是一个例子了 我只是说 可能神跟美根带领不一样 但是呢 你的情况下 你可以有段时间的安息 休息来祷告 想想说哪个是 下一个阶段 你可以去做的 可以去尝试的 就是不要仓促的 做一个决定 好 谢谢小Steven 宝贵的一些见证 我这边有一点点补充 是针对这个姐妹 提出的几个问题 其实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已经在私下跟她提过 但是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是因为希望可以对其他的 弟兄姐妹有帮助 因为第一个问题非常实际 我们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下个月房租要不要交 如果你把你放在她的位置 我的现金是有限的 我立刻遇到一个问题 我下一个月房租要不要交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在我们的人里面 我们通常会做什么事情 会去做分析 如果我交了会怎么样 我不交会怎么样 这是一种问法 所以你分析完之后呢 希望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这是我们常常靠人的做法 那我强调问问题的重要性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事实上你可以问两个问题 刚才这个问题很实际 但是不太容易回答 但是当你用另外两个问题 来问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回答 你先问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如果下个月继续交房租 我还活得下去吗 再问第二个问题 我下个月如果不交房租 我还活得下去吗 这个两个问题 其实答案就比较容易 而这两个问题 答案一出来的时候 你要回答刚才那个问题 就很容易 我想这个姐妹 也跟我们确认 当这个问题 她试图去回答之后 她的结论就还蛮清楚 那接下来我要赶快回应一下 因为时间已经不多 但是她的第二个问题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她究竟该问自己 怎样的问题 可以帮助她 因为她说了一个 我们常常都会有问题 我们都会这样问 神我该怎么办 我已经在做这件事情 也做了这些年日了 好像也得到一些正面的回馈 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极大的挑战 政策上改了 现在的环境风控 所以我现在原来能做不能做 好 那这时候我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这个问题 虽然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对的问题 但它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 所以我建议你换一个角度来问问题 不要去问该怎么办 而是根据你现在已经在的这件事情上面呢 问几个问题 这我就不会那么空泛 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你要问 这个产业 这个产业 这个需要 是不是一直在 你在这个产业的需要上面 你有没有天赋 你有没有专长 可以满足这个产业的需要 这两个问题答案 会决定三种可能 第一 如果这个产业 是没有未来的 这个需要会被消失的 那答案很清楚 这件事情不能再做了 就算你过去已经做了 将来也不要再做了 这答案非常清楚 第二 如果这产业 不会消失 这需要一直会存在 而你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没有这方面的才能 你过去所做的 也没有得到太多正面的回馈 那你的答案也很简单 就算这个需要在 那也不是你要去满足这个需要 所以你也不用做 但第三 这个需要是在的 你的天赋才能也在 你也有一些专长 好像也得到一些好的回馈 只是你现在遇到的困难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要问的问题 就是我遇到了哪些困难 我怎么样不用有创意的方法 去解决这些困难 所以当你用这三个问题去夹击 你就很清楚知道 到底目前做的这件事情 是不是该继续做 好 假设答案是不该继续做 就是第一或第二类 答案是不该继续做 那么你接下来可以问 两个问题帮助你发现 属于自己的恩赐跟专长 第一个问题是 因为我们发现你对人是有热情 所以你要先明白 你对哪一个阶段的人 哪一个年龄层的人 是最有热情 而且最有影响力 你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可以判断 第二个 那这个年龄层的人 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你要从这些需要当中呢 能够挑出来 你能够满足的 我想这大概就是 我可以提供的几个问题 很抱歉 今天时间超了两分钟 我们把时间交回来给美玲 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 美玲有转了一个 刚刚有可能有听众姐妹 临时发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会在下一周的时候呢 有更好的一个预备之后呢 来跟你回复 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好 谢谢你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有这个时间 主真的一起来面对 我们在职场上 所遇见的这些挑战 是的 主愿你纪念我们每一个 主让也吸引我们 常到你的面前 主让我们都能够 在你的里面得到答案 我们也能够成为 彼此的鼓励和支持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我们下周见 谢谢 谢谢 谢谢Amen 谢谢